听到炮声的那一瞬间 乌军士兵本能力想闪躲 下一秒立刻回神继续抽烟 早就有半只叫踏进棺材的觉悟 15秒内两枚炮弹打到附近 这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这段画面记录下乌冬战线 阿夫迪夫卡沦陷前夕 乌军派出第三突击旅 负责电后 沿途寻找烙弹的弟兄 远方的枪声炮声越来越接近 就连王牌部队也不敢久待 就怕再晚一步撤退就走不了了 这些映像出现了最终的防御 迫入阻撼 从一个变化的俄军 乌军又无人机回头看阿夫迪夫卡的地标 焦炭场 在这里抵抗俄军快两年 如今只能拱手让人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收复 乌军弃手 俄军开拔进城 检阅这座只剩下空壳子的战利品 一位自称是当地居民 走出废墟要来迎王师 当然是害怕 我们住在房子里 我们住在房子里 我们不住在房子里 我们住在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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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火下生存了两年 老夫人却是一身干净整齐 在这片背景下特别突兀 俄军现在已经掌握 临近的关键铁路线 俄军还发现被弃制的北约弹药 口粮跟补给品 看得出乌军走得非常匆忙 就连乌军也承认 撤退过程有死伤 现在传出大约有300名的乌军伤兵 遭到孤立凶多吉少 失踪或是被俘者 恐怕多达上千人 眼下更紧急的是 防线不能真空 乌军到了新据点 赶紧挖壕沟 务必要挡下俄军 因为乌冬的重要铁路 就是从顿内刺客旁的 阿夫迪夫卡延伸出去 俄军很可能会沿着铁路线推进 下一个重镇就是 西边的枢纽 波克罗夫斯克 铁路辐射出去 往北到哈尔科夫 向西往地涅波罗 向南往扎波罗热 若是乌军失守 大城市门户洞开 这样的消耗战 乌军还能坚持多久 基辅当局可能会扩大 实在是前线快要找不到人轮替 不止是缺人力 乌军还得靠自己拍影片募款 就连区区9万美元的装甲汗马车 都买不起 如此客难还不是因为 美国的600亿军员 还卡在众议院没有批准 乌军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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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不到奥远 再度向西方各国喊话 军事专家也认为 只要乌克兰尽快拿到军援 还是有机会扭转眼前的劣势 就在乌克兰正式宣告 失守阿夫迪夫卡时 这里的作战是什么样的 后代就像心跳声 打在四季的土地上 乌军第71 有几旅在这儿称 面临的是 从四面八方 逼近的二军 这已经冲场了 在美国军员 中段至少两个月之间 乌军还是靠着一部 老旧的伊零雾美式榴弹炮 死守到最后 还是有能力摧毁俄军 但问题不够多不够广 最终只能重演去年9月 巴赫姆特的悲剧 撤出阿夫迪夫卡 前线指挥官讲明就是缺弹药 偏偏这时候俄军还改变打法 改以三到四人的步兵小队 间隔20到30分钟就发动一次进攻 乌军根本无力招架 乌克兰的王牌军队第三突击旅 在阿夫迪夫卡陷入苦战 伤兵是一坡坡送进不见天日的地下室治疗 重烧士兵难以后撤 可能就被乌军忍痛放弃 传出还有人绝望的和家人视讯绝别 如今俄罗斯已经在阿夫迪夫卡的 大型交探场插旗宣示主权 泽伦斯基心情沉重 他没有点名美国 但是说好的军援没有来 似乎就是怪罪美国 至今还在党军援 面对美国朝野恶斗卡预算 乌克兰使不上力 不过从美国参议院2月13号 表决通过950亿美元的 原外法案后 众院就已经放话要封杀 根本不会送案表决 但至今短短8天 先是2月16号 反普清的重量级领袖 纳瓦尼在狱中猝事 2月18号 乌军宣告阿夫迪夫卡失守 两个关键转折都显示出 乌克兰情势急速恶化 而遭的是乌克兰不止缺弹药 就连冬季作战 高度仰赖的无人机都很缺 拥挤的地下室里 堆满带组装的无人机 就像一个小型加工产线 但是赶不及前线销后速度 现在加拿大伸出援手 要再加码给800架以上的无人机 另外日本同样及时救援 宣布要砸1亿美元资助乌克兰重建 日本和乌克兰签了56份的协议 从政府到民间都有 但对乌克兰来说 要能重建必须要先打赢战争 传出如果美国军援最终放行 拜登政府考虑援助 长射程版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tackams 之前美国原屋的Attackams 是只给旧版的 只能算是中射程 现在战况艰难 美国可能终于愿意给出王牌 但前提就是 美国国会得放行600亿美元的 原屋预算 TVBS新闻综合播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